歡迎光臨,我是Angela,我是CMOM 卡通動畫篇,Lucky7 卡通之前 動畫之前一定是由漫畫開始 如果是銷量好的 就會慢慢變成動畫 寫出來的效果不同 一個漫畫 在一本書裡看的 一個在電視上看的 人物也會有少許分別 內容也會有些改動 到這一套 很想說 因為這幾年開始是熱起來 趁著這個疫情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留在家裡 在家裡 什麼廚房 有些最近很多都是做食物 很喜歡煮食 做麵包 之前可能有買麵包機 現在才來做麵包 或者之前買下的東西做 下的東西沒有做 就繼續做 這樣 是嗎 卡通 那 除了 小朋友 小朋友 很少會煮劇 其實現在 也不要說小朋友 其實我們 一般 成年 煮的劇 也很有限 最近 其實 不算很多 日劇 甚至 韓劇 有些好出的 聽到大家說好看的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現在 就輪到卡通 真的要煮一下 那 可能我也很長氣 真的很長氣 那 現在 怎麼說呢 人氣 還是很厲害 也是One Piece 那 告訴大家 大家聽 頭五名 的漫畫家 收入最高的 第一 一定是 One Piece 那位 畫的 畫家 第二 就是 龍珠 鳥三名 那 其實 因為他們是 連枝 是靠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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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寫 在畫 還未停 現在 還在 做One Piece 漫畫 一直 都連動畫 一起出 那 第三 就是 烏龍派 促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一套 我不是太熟 因為 其實我很差 這套 人氣 不算高 還有 有時候 看卡通 其實都好看 畫 就是畫 美不美 那些 畫 畫工 那 其實我坦白說 One Piece的畫工 其實是不美的 可以說是不好看 就是 總之就不美 那 可能 有幾個角色 可能畫得美一點 其餘的角色 很醜 而且很 總之 令到你看看 我覺得 公仔卡通 不美 然後你又不想看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 也很 那 也很 龍珠這套 也算是 OK 也算是 看得到 那 總之有些動畫 出 因為 漫畫 已經 已經 沒有再出漫畫 對 一整個 就 算了 但是 龍珠粉絲很多 因為我看 那時候已經 十歲 差不多 這套 也有十幾 也有三十年 其實真的 有三十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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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才到 這個叫做 柯南 青山江昌 那 那 那 它也是畫了差不多 二十年 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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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大致上是這樣 講到這幾位的人氣也很厲害 當然最近中擊的巨人 前幾年有熱誌 現在都回落下來 其實有些加通是長清的 一直都保持著很多人支持 但有些加通是很短暫的 可以說是很短暫的 好像是巨人那裏 但真的很短暫 雖然現在連環球影城 大阪的環球影城也有它的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即是有它的機動遊戲 是不是 機動的玩法 那 所以這套很想說 《鬼滅之刃》 那究竟這一套 大家會覺得它是會長清 還是會短暫的加通 對啦 一個動畫呢 那我也很想跟大家研究一下 不過說了這件事 不如 因為我太詳細了 今集就帶給大家 說這一集是講漫畫的一部分 即是原作的漫畫介紹 很簡單的說一說 那我收下感謝這一個網頁 JAPHOLIC 應該是否叫 讀JAPHOLIC 不可以這樣讀啊 那我DOT COM啦 那裡面也有講動畫的東西 那這個漫畫家 說回這個鬼滅之刃的漫畫家 因為他網上讀是這樣讀的 他真的叫吳卡夫 我真的聽他是這樣讀的 這個字是不是讀卡 我也不知道 吳卡夫世情 他的作品是來自2016年 開始在雜英社的 周刊少年 jump 裡面連載 其實2016、17、18、19、200 其實今年差不多是三至四年了 那現在才來講吧 因為都要看他是不是 即是有機會他可能是長青 真的不知道的 真的有時候都不太什麼的 看看看看他 那故事開始 就是由這個叫做主角 他叫做炭次郎 但是他的名字 他的姓名字 他叫做 也是查過的 叫做造門 造門 造門 炭次郎 因為父親的早世 要擔任照顧母親 和所有兄弟姐妹的重任 他每天都很奔波 他積極地把木炭拿去真相販賣 要不然是個性 很體貼和很關心的關係 盛情溫和 真的很友善 總括來說是很友善 那麼呢 就受到真相面的歡迎 很多人都很關照他 和很喜歡他 那原本很平靜的日子 持續下去 但是不幸有一天 炭次郎回到家 就發現家裡 全部家人 遭一個殺害 幸好 剩下妹妹 叫李 豆子 都變成了食人鬼 為了尋飽養 到李豆子 恢復成為人類的方法 斯泰蘭 就經歷黑苦的訓練 和思念之後 成為了政府非公認的組織 叫殺鬼殺隊的成員 並帶著這個李豆子 一起去執行殺鬼的任務 除了這個主 這個叫做租門 炭次郎 這個是漫畫版 其實漫畫版 也不差 畫工也不錯 可以說 鬼殺隊裡面 還有 承繼了 除了許之外 還有其他人 有什麼呢 承繼了雷之呼吸的 我妻善逸 使用獸之呼吸的 叫做咀平 伊之郎 對不起 伊之座 兩個呢 都極為 顏膚 劍屬才能 都挺厲害的 歌聲都很鮮明 又穩重 主打他們三個男生 長男性格的炭治郎產生很強烈的對比 好像帶哥哥的感覺 三人有時跟任務士一起打打鬧鬧的小插曲也挺有趣 互磨了一些氣氛 因為劇情讀起來也不會沉重 這個就是漫畫版的禰豆子 叫做 租滿 這個就是我妻善逸 但覺得很有趣 漫畫版畫出來也挺有趣 這個咀皮 這支座很過癮 是套著豬頭 但原來他拔了豬頭 是一個美男子 怎麼說我們美男子呢 其實就說他 那個樣子很女仔 很有趣的 有一部分其實是 這裏就是他們幾個一起上路 這樣吧 那禰豆子 那禰豆子 因為他吸血鬼的關係 就 就 給他一顆粥子 含著 不要吸人 這樣 那 還有呢 就 靠睡覺呢 來補充自己的能量 那 真的可以斷食 那 其實他應該可以很瘦 那 再者呢 就躲在 這個 啊 這個 主角 炭次郎 那個後面 背部呢 沒有一個箱 他就躲在後面 那 早上呢 就不可以出來啦 因為他是拍太陽的 那 鬼是拍太陽的 那 晚上呢 才可以出來的 那 這個是很有趣的 一拍 那 另外呢 想說說一下 這支座呢 如果動畫 我看的呢 那 他打鬥 開頭和 主角啦 啊 炭次郎呢 那 那些 那些 打鬥呢 是 那 就是他很厲害的 那 因為他有一些肌肉型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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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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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就要跟大家說一下動畫是怎樣 簡單的漫畫的樣子就是這樣 其實漫畫都OK 不差的 其實是畫工 後面那兩個是誰呢 後面就是一個 戴著面具就是他們的師傅 教過他們的 另外就是一個 就是幫個 賣個關子 就是幫 開始幫 離鬥子 和 炭次郎 剛剛加盟不幸 那段時間被人租殺 那時候協助過他們的 那他也是 鬼殺隊的成員之一 那 好了 因為很長 那就分幾集了 喜歡影片的朋友請贊讚和訂閱 這是多個讚嗎